欢迎回到校尾谭居士 喜欢欢迎周围的施校尾学生 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的校尾谭居士 向我们的家为会员 感谢您对我们频道持续帮助 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广 然后非会员 还是要麻烦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就这样广告出来 做懂广告帮我们看完 长广告前帮我们看30秒之后 这些六过广告 让我们能够参加那小小的YouTube广告 分论计划吃吃啊 YouTube赏给我们的小小炸猫肉 好笑哥 那今年的这个3月14日 那时候在自航基地的这个幻象战机 那那个时候因为新宿空军基地在修跑道 其实他们也是在做那个 就是各场各基地的那个 前进部署 因为其实去年3月14号 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状况 就是西南空域那个地方 其实已经很热闹了 最好我们今天还是要回来 讲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呢 这个最海的事件 幻象机最海的事件呢 在今年的4月24日监察院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说当时引擎故障的时候呢 直飞的飞官请求20分钟之内 要安排降落基地 但是制航基地的地面管制等单位 未有适当的应处 导致在超过制空时间之后呢 只能弹射 因此呢 监察院的外交还有国防委员会 通过三个人的提案 纠正国防部空军司令部 秀伟哥 这个纠正案出来之后 其实代表他的调查已经到一段落了 那空军的管制问题 其实还蛮出现状况的 好 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 其实在我自己的脸书 或看到那些老教官朋友们 脸书的这个团体里面 一个普遍像是大家都炸锅了 为什么要用炸锅这个大陆词 因为行为还真是蛮贴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说骂了 这个监察委员 第一管太多 第二管到他们不懂的领域 然后他们认为 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看 当然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先讲结果 你说这个责任全部都丢给 这个定面的航管人员吗 其实也不信然 其实后面 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当飞机失事以后 当时空军司令部的督察长 柳慧谦 柳将军他在做督察长 就把总部的飞安组带着 然后到各个基地去干嘛 做飞安讲题 讲题是什么 讲题是什么重点 你知道吗 大家这个就不知道了吧 就是 就是紧急状况处置时 飞行员要清楚表达自己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这些老飞官的这些角度来讲 其实的确是你说航管 你说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完全没有过失 但是飞行员自己要负责任也不小 为什么 因为飞行员从头到尾没有喊Mayday OK 对 他就说我飞机碰到这个紧急状况 飞机这个一压开始漏油 那可能当然在这个时候 他第一时间因为在空域里面 其实像这个空军的这种基地 基本上来讲 他也是跟民航的航管有点像 比如你飞上去以后归战管管 但战管回来之后 要把你交给基地的GCA 那GCA当然再交给塔台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说 很清楚的就是 GCA跟战管之间的联系有问题 就是GCA的任务是什么 他用的叫 Ground Control Approach 其实就是类似像民航机的 这个进场台的这样一个功能 只是他的管制范围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以 那个Local GCA来讲对不对 像就是一个机场为半径 12海岭等于差不多 12海在他差不多接近快 那个20公里 20公里这样一个直径的 这样一个圆圈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圆圈 那个之内的这个飞机 是由我们的这个GCA 就是地面控制进场所控制的 那这时候那个GCA 就会依照每架飞机 然后去给他各个这个航路的这个优线 啊那个谁谁谁你先降落 你第一批你第二批你看 就是由他来安排这个飞机的这个 进场的这样的航线 那当然那个进到航线呢 以后呢 虽然说我们说20公里很远的 对不起啊 其实你塔台眼睛能看到这个距离 并没有比20公里远到哪里去 所以等到就是GCA 排好这个降落顺序以后呢 就由塔台依序管理那个降落 那当天这架飞机的情况就是 当他在西南空域发生了 发动机的抑压器开始漏油以后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他估计 他的飞机应该可以撑20分钟 因为你一开始如果就发现漏油的话 你就要开始进行这种所谓的 紧急组织程序 像比如说我们空军 调到最后一架这个那个 F204 4184 其实也是相同的原因 就是那个 他们说可能是应该是发动机轴的 那个抑压漏油 那其实以腰动式来讲 他有两套抑压器 他两套抑压器在这边有两个抑压表 那也就是说像私生的那个飞机教官讲 他说第一 当你看到一号抑压器开始漏油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你要马上把那个Rain Air 那个就是涡轮 涡轮发电机就要丢卡丢下去 然后什么都不要管 找最近的机场 然后马上喊我紧急状况 然后抑压漏油 我要紧急返架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来讲 战管跟我们刚刚讲的GCA台 你去死定机械这个GCA台 都会帮你安排一个最高优先 像大家如果看那个萨利机长 大家记得吧 他不是飞起飞之后 然后那个BIRST 然后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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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然后那时候那个... 就看到所有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发动机表通通归零之后 对不对 那时候当然那个萨利不是 马上就说 那个... It's my plane,然後副機場說It's your plane 然後就開始丟那個RAIN出來 而且順序他還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動作 他把APU打開了 其實後來那架飛機能夠那麼穩穩的 能夠繼續維持一定程度的操控 跟當時機場有把APU打開有關 但是好,我們講到在他把APU打開以後 他開始要急著找機場降落 第一,拉瓜地亞不行 因為他估算,他飛機繞回拉瓜地亞 因為他那時候起飛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那個而且是起飛以後 大概就已經飛到哈德遜河上方 所以他如果要繞回拉瓜地亞 一定會經過紐約市中心區 經過曼哈頓島 然後第二,所以那時候航管馬上去把他找了兩個機場給他 而且因為他那時候還在等於算是進場台的這樣的階段 所以進場台馬上就找了兩個機場給他 JFK跟另外一個機場 但是那個薩利機場按照他當時飛機的那個Sinkrate 下降那個下降率 他說我這兩個機場我會飛不到 那時候大家如果看過那個電影 那時候就講說那該怎麼辦 結果他就把飛機撥到哈德遜河上面 對不對 當然那是因為那真的是個奇異 而且因為他整把飛機在水上迫降的那個角度又很正確 好,回到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的飛行員他當時 就是說當他宣布他的飛機那個狀況 就是說開始漏油的時候 這時候他開始找機機降落 因為其實他是要到西南空域去做那個不明機辯證 就是他飛到那邊看那個是誰 是什麼挖鉤 然後回來路上發現那個飛機就是有狀況 那個時候其實他可以選的機場有兩個 一個是台南基地 一個是制航基地 所以當時其實大家第一個疑惑是 你幹嘛不趕快去台南落 你幹嘛不趕快去台南落 但是當時因為飛行員在飛機上飛行員最大 他認為他當時從他飛機抑壓的這個損失的速度來看 對不對 他覺得可以撐回這個制航 因為我們剛剛講 新竹基地因為這個 這個有把各個那個單位開始前進外派部署的這個關係 制航是當時等於說換上兩天 在東部一個非常作業的 可能至少你等於有可能有等於大概有至少 一個中隊等級的這樣一個分潛隊在那邊 好分潛出去 所以他認為如果飛回制航 然後飛到制航 然後我後續我這個戰力恢復 或者到這個修復的這個速度會最快 因為當時在台南基地來講 沒有這個FCK-1的人 那個那個 沒有那個換向兩千的這個 飛行跟修復的人員在那邊 你去之後可能就要勞勢凍衝 一大票的人要過去 所以他可能想到這一點 那以他當時估算的時間來說 他認為他飛得到 嗯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後續 我會先帶著一大堆總部飛安組 那個空軍司令部飛安組 對不起 現在叫空軍司令部 因為我們還是很習慣講總部飛安組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空軍還是總部嘛 是 所以就帶司令部飛安組下去 去修理這個事情 很大一個重點就是飛機故障就進落地 好飛機故障就進落地 因為其實你如果說今天要飛到直航 那個的確花的時間還比較久 因為像那個發動 那個抑壓器漏油對不對 他不僅僅其實只有是 發動機會咬死而已 就是說發動機低 你碰到這個抑壓器漏油低 你可能要先丟那個 像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邀動4的組織程序來講 你看到兩個抑壓器裡面 一號抑壓器開始漏 你就要丟那個Rain Air Air Bin 然後趕快找地方落地了 因為那個Rain Air Air Bin 他用空氣吹動之後 他可以提供你一定的電力 然後另外他會額外的提供油壓的壓力 雖然說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油壓會漏得更快 但至少他會給你一個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你可以操控飛機的那個力量 但如果說你一號抑壓器漏完了 我剛剛這邊講 你二號抑壓器開始漏的時候 你知道你在丟那個Rain Air Bin 我講 美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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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真的就美湖啊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知道就是說 那這個時候他一開始的處置 他雖然說做緊急處置 然後他說他 他估計飛機還可以撐著一分鐘 還可以撐著到制航 所以呢 結果到了制航之後 但對不起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制航天氣好 天天都是飛行天 所以天上又有一大批的 這個一堆飛機在天上飛 有可能就從站管交給那個GCA 就我們剛剛講 有點像是比如從類似像驅管 然後交給那個進場台的時候 對不對 中間有一些交接的程序 沒有講清楚 然後後續 這個飛行員又沒有很強烈表達 我的飛機快不行了 所以就變成說制航的GCA 在那邊安排的時候 還是以油量高低啊 誰快沒油啊 你就先回來 或你們兩個已經打完了 已經咬得差不多了 也沒力氣了 你先回來 就完全忽略了 應該要把這一架 兩棟一七列為最優先進場 大家還記得薩利機場那個電影嘛 對不對 他那時候不是 當他馬上宣告 那時候那個進場台馬上就 GFK也把跑到清空了 然後另外一個機場也是把跑到清空了 就是所有的起降暫停 然後讓他優先回來 其實當時要做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飛機已經有故障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讓他最優先進場 結果在制航的GCA 沒有做這件事情 好就是變成他被糾正的重要原因 當然那個監尾 因為最後有點倒果為因啦 就是說或者說是事後諸葛 怎麼說呢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 因為你說監尾最後會做出這樣的調查結果 我相信他約團了相當多的人 對 因為然後也找過那個相關專業的人 去做那個consultor 就是顧問 也一定有問過 該問的我覺得他們一定有都問到 但為什麼還是會被大家批評這個事後諸葛 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這個飛機飛回來 他其實當時在飛回來 可能從戰管轉交給GCA的過程之中 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說其實就是 他飛機可能撐不到2分鐘內帶下去 其實有可能喔 所以 不過這個像我跟你這樣講的話 就有一個觀眾說 因為像我跟你都在怪教官 你說怪教官估計不準 或是你覺得怪人 這個東西是估計永遠不可能準的 我必須要講 這個估計永遠不可能準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進人 飛機故障的時候進人士 進最大人是什麼呢 你飛機故障 你就要趕快找到最近的機場 然後最近的地方趕快落下去 像比如說 我以前大學講 這個田徑中田教官 他說他在試飛的時候 也發生過一下氣漏油啊 他不管他就一路喊Mayday啊 然後呢就直接你知道 就是反正我喊了Mayday 他喊了Mayday以後 他那個基本上那個戰管也知道了 然後那個新竹GCA也知道了 他就一家貨直接就穿那個 穿越那個雪山山脈 直接就鑽回去新竹落地了 他說如果不那麼樣做 他根本可能搞不好就來不及了 當然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當時他有可能 就按照他飛機剩餘的這個推力 跟滑空比去算 他的距離能不能到 但他如果算過之後 他要那個低優先 就別人什麼 他航路上什麼東西都給我讓開 那時候他是做的到 但我剛剛講到這個 這次這下方向的情況就是 我飛機有狀況 我那個抑壓系列漏油 但是航路上 理論上我應該最優先 但是我沒有 然後而且後續 其實那個飛行員 他並沒有很強硬說 我的飛機快不行了 所以最後就變成說 他飛機最後那個 在那個 製航機列五邊的這個海上就碎掉 對對對 那所以這次的這個事件 我們看起來就是 雖然監察院的這個 糾正報告已經舉出來了 但是大家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就是原因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不過 剛剛笑容哥講了一個 這個空軍人很敏感的一件事 就是那你就趕快落就好了 有狀況還不趕快落 還在那邊等20分鐘 這個就是 沒有 因為他從那個點 他8件飛機壓系看漏油點 然後飛到 製航大概是20分鐘以內 他認為20分鐘以內可以飛到 那飛到台南其實更快 飛到台南其實更快 但是他的考慮 可能是台南沒有人 沒有那個修復人員 可能要找一大堆重兄弟姐妹 然後搬了一大堆航財到台南去 然後才能處理到他的那家飛機 所以他選擇究竟回去 你在當時上面來講 他也許當時看到 液壓系在漏油 他覺得還OK 那個溫度上升的情況 他可能還能夠接受 或者說 但是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飛行 我也不敢亂講 但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種機械的東西 你這20分鐘之內 會再發生什麼變化 真的很難說 然後因為他今天去交這個原因 就是可能A床也B座 有時候最優先機床 但是B座也都沒有把牌最優先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有時候常常講說 碰到一些重症病人 我們要進人室聽天命 意思就是 這個事情你沒有進人室 是 其實那個肩尾 care或concent的點 就在那邊 你沒有進人室嘛 你通通進人室 最後飛機摔掉 我覺得那也沒辦法 對 但是對不起 你這最後顯然是 可能 假如你這麼做 飛機也許不會摔掉 對 他們的假設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定能保證 假如你真的這麼做 飛機就不會摔呢 也不一定 那同樣也是 像你剛講這次 那次F-16在五分山撞山 那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那個事情 就很嚴重的是人員舒適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當他們當時演習開協調會的時候 把幾個坐標點 在做報告那幾個坐標點的時候 居然管制員超錯了 管制官操作其中一個報告點 那個一個坐標點 那這個時候你坐標點那個操作了 那其實就對整個地形 就通常都影響到 因為其實當時 飛機員在最後那個進行的時候 他其實本身是非常恐慌 非常緊張的 所以他叫他撩機爬升 但他還是選擇維持在 每天那個高度的速度進去 然後當然你又有人說 啊你問那個 當然現在已經是 陰陽兩個你也沒辦法 問到他的說法 為什麼他沒拉起來 他叫他撩機拉起來 那當然這裡陰陽兩個 你也沒辦法確認 但至少很確定的事情 是因為你超錯坐標 所以那當然 你輸進去 那整個數據通通是錯的 是 你通通錯了 那你這怎麼辦 你飛機進去當然就撞了 就是 這個不是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阿貞講的 這個撒尼 海西蘭 這個輸是真的是害死人 是是是 所以 其實我們講這件事情 從肩尾的角度來看 因為肩尾他 他也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他只能從你有沒有按照程序來 把程序做完 這個來確認 對 來確認 所以呢 他後來最後的報告 雖然是這樣 不過呢 這個報告也讓我們 大致的了解 當時到底是發了什麼事 到底是發了什麼事 那這件事情呢 之前我在會員也有談過 然後跟各位會員 我們發了會員版 有很深刻的談過 但是呢 今天我們從這個新聞的 夏偉哥的評論裡面 大家應該更 更明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輪廓 當然這個專業的飛行教官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但是我們整個看起來的 從旁邊看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 夏偉哥這樣講了之後是最清楚的 好 今天謝謝夏偉哥幫我們 對這個新聞 做一個精確的一個點評 非常謝謝各位會員跟各位觀眾的參與 好 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跟觀賞 我們在夏偉談君視頻裡 謝謝夏偉哥會員 真的感謝您對我們頻道持續的幫助 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看得更廣 非會員 還是要麻煩您給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追蹤廣告出來的時候 轉廣告幫我們看完長廣告 幫我們看30秒之後再加瑞哥廣告 好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